我們想的商品是 小孩沒換水器進行的這個爐牙 因為說照顧不好使的親戚 還沒到出現後欠水器跟酒器的問題 其次的問題雖然說 全上的氣候醫生就能來頒求 但是小孩怕氣候醫生 就有很多問題要求好囉 在做治療的時候 有時候減少孩子的焦慮 我們會希望請譬如說 爸爸或媽媽在旁邊安靜的牽手陪他 但我們強調安靜就是說 在這過程當中還是要讓整個話語 全主導到醫師的身上 然後去引導他要做什麼事情 什麼東西什麼行為該做 什麼行為不該做 其實他中心議長起課醫生李俊毅就說 治療過程當中 白毛在旁邊太過度 關心跟出主意也影響到治療 就是說家長可能會介入比較多 就是可能會在旁邊就說 你是不是會痛啊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你是不是哪裡在痛 家長如果是有陪伴很好 但是如果過多的介入 其實會影響醫師的這個過程 那另外就是說希望家長不要 沒事就回家說 你再亂亂再不聽話 帶你去給醫生把牙齒 那這樣的一個恐嚇的行為 或是說這樣 用家庭教育 我就不建議在家裡面一直出現 基本上國外有時嚇到行為管理的這個概念 讓孩子配合一個氣候醫生做到治療好 個個不錯 他對一些特殊狀況的病人 比後這時候要來選到專心 肉脂一面中問題做改革 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 可能比較嚴重的自閉症啊 或是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那這個時候呢 為了要趕快把牙齒治療好 那我們又在門人的時候 又只能一直把它綁起來 或是要做分很多趟很多次 然後綁久了之後他身心壓力也很大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 全身麻醉的一些麻醉方式去介入 讓孩子就說 我就是讓他去手術房睡一覺 醒來之後呢 牙齒其實都照顧都好了 那以前表示說 對著這個肉脂的問題 專業的機動 起科都有各種的治療方式 不過想要是 別不平常時就要幫忙 看過孩子的嘴氣情結 南天新聞 我們先來英訪彩訪報道